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有否天验知天验知了我被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于圆,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及体肤,空伐其身,情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以其所不能。 造大道平生,争以大道无情,争以大道无名,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向明约道。 新静经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定行明。 可知,已是人不能见,但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心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其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我们会高庆的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存在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尿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派出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约和福音1.1.3. 圣经创世纪1.01.1. 写出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必是空虚恩断渊变非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未就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GENERAL 1.5. 无声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未丧失,克佩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 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辟邪规政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静今云,大道无情,生于天地。 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始,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代。 皇母殉子十戒,三戒为道无尊或无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看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及其辽兮,独立而不在,周情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欲中游四大,而人居其亦焉。 人法帝,帝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万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以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明烧香麻,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 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此迅,明明明斌灵,亦变光上帝,而真宝藏无量。 慈懷 conta意止。 亲戌大化,继原皇至尊,无上威零理,至圣心法,赴贤良三界法,与慈云不失方。 共母朝母娘,万灵归,甄乐欢喜,甄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甄宰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甄宰,一言明明上帝圣靠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致尊的神。 他,不再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声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碧瑶之大人,于顺之大巧,下宇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树,世家之能定,耶稣之博爱,牧圣之清真。 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 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泛为天地,笑而无美,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将海景泉,白云彩虹,玉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 宇宇宙森罗外相,全在上帝的性体中。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形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 敬奉其德是圆容完美无缺的。 三界十方,三界是指御界色界无色界。 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 上下,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再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大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外有之本源,外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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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